台中市的黎明路 嗨 我是廖帥 今天的你吃義大利麵了嗎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呢 來到台中市黎明路 看一下我後面這一棟 FITIS 這一間是台中市算是非常知名 老牌子的義大利麵 早期在京城路的時候就非常有名 然後一直換一直換 換到現在超大一間的 這是黎明店它還有重德店 然後在其他好像高雄也會加分店 而他們的義大利麵 手工PIZZA都非常厲害 尤其是義大利麵 光是麵種的話 就有五六種可以讓你選擇 超多麵 而且PIZZA也很厲害 而裡面除了賣義大利麵 排餐還有賣麵包 咖啡 一個是一個非常多元化 就跟著廖帥進去看看 義大利麵好不好吃了 我們現在呢 在FITIS的一樓這邊 它樓上還有二樓三樓 然後我剛剛是沒有上去的 不曉得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不過一樓這邊 除了有非常大的用餐環境 非常大的桌子以外 一樓還有販賣麵包 不過它麵包就是開放式麵包 並沒有遮起來 他們應該拿個蓋子把它蓋起來 或裝個透明的布臉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我覺得這樣來來去去這麼多人 那今天呢我們點了一個 墨汁海鮮總貴義大利麵 大家看它有麵可以選擇 它有筆尖麵啊螺旋麵啊 墨魚麵啊 義大利麵啊 寬麵啊 那今天我吃的是墨魚麵 加上墨魚總貴海鮮義大利麵 雙墨超黑的 然後每個餐點啊 今天點的餐點啊 都有附個麵包跟沙拉 各位看一下這個麵包跟沙拉 哇 還有一個麵包 這麵包應該是他們現場在換作的一個麵包 這個沙拉看起來就是這種 清清淡淡的非常簡單的一道沙拉 裡面呢 嚐一下它的醬料 是像比較像是百香果的美乃滋 然後裡面就很簡單就是 紅包新生菜啊 美生菜啊 小紅瓜小番茄 綠火焰啊 紅捲啊 是非常簡單的 不過呢 他們上菜啊 放著就走了 沒有解說 我覺得啊 服務態度啊 跟一些口調上菜流程啊 需要再加強一點 不然啊 我覺得這餐廳啊 沒有溫度 試一下這個麵包 這個麵包看起來好像蠻厲害的 噢 這麵包 好像擺擺這個有乳酪耶 哇 這麵包好吃耶 嗯 這麵包好厲害喔 可惜啊 剛剛服務生啊 上來的時候沒有跟我介紹這個麵包裡面是包什麼 不然的話 如果我覺得好吃的話 我會在外面買麵包吃 帶回家 這個麵包啊 就吃得出來 非常有用心在做 不像剛剛那個沙拉 耶 我們的墨魚 總會海鮮 義大利麵 搭配墨魚麵 已經來了喔 哇 超黑的 別人不知道還以為這個 欸 先生的螢幕是壞掉嗎 它就是這麼黑的 不過呢 上來的時候啊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啊 炒麵啊 義大利麵啊 炒完之後啊 關在客人桌上啊 就可以知道這道麵啊 炒出來啊 有沒有用心炒 看它的擺盤就知道 不過啊 我點了這道麵啊 烏西麻黑的啊 其實我也看過出來 它裡面有加什麼料 有小番茄 柴椒 蛤蜊 然後 小丹麵 剛剛吃到一個 不知名的 那應該是魚肉啊 它有小塊魚肉 是防魚啊 這道沒有吃起來 覺得啊 味道太淡了 沒有什麼香氣 蒜頭香 洋蔥香 糯魚香 海鮮香 它裡面有那個 小顆的干貝啊 小顆的夭子餅 吃起來 超Q彈的 小丹 不好意思給我辣椒好嗎 謝謝 謝謝 剛剛跟他要了辣椒 剛剛問他說可以炒辣嗎 他說 不行 我只能給你辣椒 他給的辣椒是這種 辣椒 乾辣椒 裡面有加一些 綜合香料 很有異果風味的辣椒 這辣椒加上去 也不會辣 我覺得啊 一家店啊 廚師啊 真的是很為難一件事情 你要控制你的成本 然後又要給客人覺得說 非常的划算 現在人喔 飲食需求就是這樣 最大碗 這個是現在人要的 所以啊 各位年輕人 如果啊 你要開店的話 你可以做到390塊 如果要付了湯 麵包 沙拉 飲料的話 那你就 成功了 你一定會高工滿座 但是呢 一定會賺不到錢 做越多啊 越累 越賺不到錢 我們的 甜點來囉 剛剛我說錯了 他390塊 是付沙拉麵包跟甜點 沒有付飲料 我是多想喝飲料 嗯 這奶酪還不錯 終歸終局 這央餐廳啊 讓我感覺啊 需要啊 再多用點心 服務態度啊 再溫暖一點 餐點啊 那需要再加強